她身上有那股不服输的那种精神 我为啥要跟她在一块 就是因为她结完之后 不低头嘛 不服输 我少了半条头 我觉得不比别人差 决定跟你结婚的那一刻开始 别人能给家庭的 我都给 我到两个月做了六次手术 她每次做手术我都在跟前 最后一次结完之后 真正失去半条腿的时候 她可能一下就崩溃了嘛 然后她就抱着我 不得那四七恋肥有点绝望的那种感觉 我就跟她说 我说不管怎样 就是我决心的嘛 我就不会离开你 然后她就绑沙袋呀 仰卧起坐呀 佛冲呀 每天晚上都做 然后她当时就有信心 还绑着我找了个棍儿 然后绑到腿上 我看她反正挺坚强的那一刻 我就陪她然后锻炼呀 就差不多一个礼拜训练吧 我觉得她来回走上坡呀 这样子的 我觉得走的挺好的 那一刻开始我觉得 这个蓝蓝挺强大的 那会就下定决心了 就是这辈子 就是一直陪她走下去 我觉得我俩现在也挺幸福的 作为君嫂最多的就是理解吧 有大家才有我们的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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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